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逐一巡視一開抽屜 送了口氣 錢被拿走了 但是口罩還在 這個現在是比錢還要重要的東西 另外在南投 則有一名頭戴全罩式安全帽的男子 在娃娃機店內四處張望 走到對比機前 將機台上的物品 一把塞進外套內夾層 這是非常缺德的事情 如果不然你跟我說 沒關係我可以一些給你 每一天都會來這裡消毒 他現在把整餐好好地把他拿去 這樣做成花很大的股票 老闆說他自己跑了四五家藥局 都買不到酒精 還是托朋友幫忙才拿到手 要供客人消毒 沒想到遭男子偷走 加上監視器發現 男子騎乘的是一輛 黃牌重型機車 經濟狀況應該不錯 決定報警 請警方求責給個教訓 3.9月6日的吳昆宇 雲林南投採訪報導